在實際的情況之下 怎樣做到嚴正執法 應該是由執法的部門來決定 即使我作為行政長官 我都不會去指導 每一場的暴力事件裏面的執法的工作 而香港的警隊 一向都是以文明克制 來有享譽國際的聲譽 他們在持續六個月裏面的面對 接近很多數百場 這些暴力事件裏面 亦都是按住法律 按住警隊的內部指引來執法 和每一次執法 需要考慮一些很複雜的因素